按照往例 双溪高中学生如果有任何重要大事 师生都会在校内制作百年的土地公庙 祈求一切顺利平安 手持相助 包括校长等人齐心祝福 而史上第一位代表国家披战袍的学生李安逸 也将在明天前往韩国参加亚青赛 李安逸的同学们手举着自制加油牌 给予李安逸最大的祝福与支持 跟安逸奋斗了三年 那很高兴他今年刚好很有荣幸的邀请到了 国际田协的亚青赛 那希望他这次比赛可以顺顺利益 然后得到他自己应有的成绩 第一次出国比赛的心情比较亢奋一点 因为在昨天已经有体验过 类似国际赛事的感觉 所以给自己的信心又再更多一点 李安逸说今年的自身状况真的不错 参加五场的田径赛事目前都夺下金牌 也屡屡破大会记录 这次很荣幸成为亚青中华代表队的选手 希望将自己目前的状态维持 第一次出国比赛显得有些紧张 但会尽力展现自己希望能够为国争光 在东边较地区能够代表国家去比赛 实在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特别是在我们双溪高中 应该是创校以来第一个当选国首的一个选手 特别是在田径项目 他的标准又比其他的运动项目更难 所以说这是我们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能够有出这样一个选手 当然很感谢我们的叶校长彭校长 还有呢 詹妈妈 还有一些赞助者大力的支持 让李安逸能够在这边稳定的成长 非常感谢我们李安逸同学呢 有这样的机会代表我们中华民国到韩国参加亚青 那我真的更感谢呢 我们长期以来在支持 我们学校田径发展的很多的在地的贵人 那像今天呢就有我们这个詹妈妈 她还有我们清北市特种社交大队的大队长 也来这边给安逸送行 也给她献上满满的祝福 那我们真的因为国内在培养田径选手呢 这块路这条路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那很多孩子们在基层 他们非常努力 那今天有一个这样的成果 我更期待安逸在除了在国内呢 获得非常多金牌之外 也能够代表我们国家 取得一面属于亚青的奖牌 那也创造他个人最佳的纪录 上期高中校长表示 李安逸是校使第一位 成为中华代表队成员 可以挺进国际为国争光 很感谢一路走来 除了安逸自身 勤奋努力不懈 加上各界地方士生的各种支持与鼓励 让安逸在教练团的培育下 有如此傲人的成绩 也期许她在未来的亚青赛 尽情展现自己 让世界看见台湾 李安逸 就万坤 提金牌 解晨威 双溪采访报道